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队长 他们撤来 弟兄们 上 快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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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官下来 等等 乖乖把枪放下 快点 快 廖七 队长 就你们这些三脚猫的功夫也想来攻债 真是不知道犯虎 兄弟们 全部押下去 走 走 走 快点 走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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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点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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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我们把人抓到了 走 走 快走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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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 你们是什么人 竟敢到鬼谷山来撒野 住嘴 老子是新子军 新子军你们知道吗 新子军所到之处 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 连大人们红炫都 这 小鬼子 对对对 就连小人们鬼子 他拿我们新子军也没办法 你们这些草寇土匪 要敢动我一根寒毛 告诉你们 我们新子军 就会血洗你们山寨 杀得你们死无全尸 你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给老子松马 松马 像什么 像什么 有什么不对 你说的没错 但是 你装错人了 你们 是什么人啊 汪队长 你对我们新子军的了解很深刻吗 可惜 你就算穿上了龙袍也不是太子 你这么冒充我们新子军 难道不怕我们教训你啊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哪 汪金镖 忘了 香河镇的时候当过我们的俘虏 不记得了 汪队长啊经常当俘虏 所以 忘他个十四八色也是正常的呀 汪金镖 有没有 你是朝阳城 就会血陷你们 鬼谷山 杀你们个鸡犬不留 混蛋 死到临头了还大言不谈 是不是 来人 把他的舌头给我割下来 是 放什么手 拿着点 慢 闺女 你来一下 怎么了 可不要轻举妄动啊 牛德彩可是咱们的手下败将的 爹难道还怕他们吗 这个牛德彩 你不了解 他打过新四军 因为他想保存实力 不想拼命 当年打不过咱们 也是不想和我们火拼 但是今天 我们要是杀了他的大舅子 就会把他逼急了 跟我们玩命 我们何必为了王金彪这么个跳梁小丑 把自己惹来杀身之祸呢 爹说得有道理 那我们就再想想办法 从长进一 好 把他们押下去 原家看管 起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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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太后爷爷 快点 走 把你给我缩开 快给我缩开 白队长 就是这里 今天晚上在这里就将就将就吧 对了 苗姑娘 你的房间在隔壁 谢谢啊 红小姐 不 你们别客气了 该说谢谢的是我 要不是你们今天提早通知了我一声 可能我真中了王金彪的计 不认为王金彪是个庸才 即使我们没有通知你 你也会应付得了 不过 红姑娘 通过这件事情说明啊 王金彪能知道你们结了这批文物 那么鬼子也会知道 所以 鬼子会在不久的将来接着而止 到时候你们鬼谷山 可真就是大难临头啊 其实 我也在担心这个问题 可是文物 我们已经结了 怕也没有用啊 大不了鬼子来了 就跟他拼了 红姑娘此言诧异 其实 你现在没有必要后悔 毕竟嘛 我们都是中国人 你替咱们中国人 把那批文物从鬼子手里夺回来 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不过 如果这批文物 再留在鬼谷山上的话 那恐怕就会招来杀身之祸了 那 你们说 我该怎么办啊 王姑娘 事情是这样的 这批文物啊 是咱们中国人的东西 绝对不能落在小鬼子的手里 我希望 你们能把这批文物 交给我们新四军 至于鬼谷山上的兄弟 有两条路可以走 两条路 哪两条路啊 请白队长明示 一呢 是加入我们新四军 成为人民的队伍 二 和我们新四军结盟 这样兄弟们还可以在山上 咱们共同打鬼子 怎么样 这事啊 这事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这样吧 要不我先去跟我爹商量商量再说 好吧 行 那我们等着洪姑娘的好消息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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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 山下有个情况 什么情况 刚才我们守在半山腰的兄弟 回来报告 说是山下发现一对鬼子 正在上山的路上 居然来得这么快 猴子 你赶紧叫兄弟们准备好武器 只要鬼子攻上山来 立刻跟他们拼了 是 洪姑娘 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 说一声 对 不必了 这些活都是我惹的 我不会连来朋友的 这样 你们都在这里 如果真有什么万一的话 你们随时可以从后山走 走 订阅点一点 感情更成人